原标题 听到文在寅建议自己拿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乐坏了特朗普语文在英海外网5月2日 见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对朝鲜半岛的和平做出了贡献 特朗普听到后喜上眉梢,大赞文在寅人很好,还常叫自己最大的目标是释现和平,去美国国会山报报的 特朗普周二一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谈到文在寅的建议,他难言喜悦之情表示 是,我觉得文在寅简直太好了 特朗普说,文在寅总统的那番话,真是太客气了,我很感激 当地时间4月28日,在美国密歇根州举行的政治集会上,有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台下大喊诺贝尔 特朗普停止讲话,微笑着站着,然后说道太好了 谢谢,诺贝尔,那太好了,当地时间4月27日,朝韩首脑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实现了历史性会晤 当天下午,韩国总统文在言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兼属板门店宣言,并共同发表 据海外网早前报道,韩国前任总统金大宗2000年时,因为和朝鲜举行首次首脑会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他第一双30日表示,文在寅也值得这一奖项 对此,韩国总统府经表台官员向媒体转述称,文在寅在那个会议上表示 特朗普总统应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只要和平就好,别遗憾吧 我们只要和平奖的诺贝尔和平奖